为何地藏法门的要求比净土法门还高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地藏法门的修学,要求很高,比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比代业往生还要高一层。 在人天福报上,孝养父母,奉侍师长做得如何呢?做得够不够? 或者有人认为我差不多都做到了。 一切众生是父母,慈心不杀,不是事实的杀业,是心里头永远没有杀害众生的念头,是对这样菩萨说的。 你认为吃肠素就是不杀生,不是这样意思。 世间的身不杀生,不偷盗,不邪淫,口不忘语,不起语,不饿口,不两舌,意里头不贪,不撑,不吃。 不吃是非常难做,看问题一点偏差都没有是非常困难的,因为我们都是用识的分别,不是用智慧。 如果是善业都没有做到,世间善人的资格是没有的,那你怎么得到实在的利益呢? 这个地方讲的善是大乘菩萨的善。 我们学佛的时候要深入一些,你修行的功夫才不会白费,你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 一样念佛,一样磕头拜佛,因为你心用的不够,不能一心,所以失之毫里,差之千里。 一念之差,那个距离相当远了,都是磕头,拜佛,念佛,看经,有些人是用识来看经,你是用识来看经,识跟识完全不同。 有的人略藏经,不用分别心,而是用根对境。 中间不假识分别,那个根和识渐渐变成智慧。 佛在地藏经第六品如来赞叹品跟普广菩萨说,许许多多的利益都是事实。 这个事实做什么用? 启发我们的信心而已,从这个信心让我们发起清净的愿。 大家特别注意,你的愿里头没有夹杂任何贪嗔痴烦恼在里头,确实是清净的愿来修行地藏法门,来学地藏菩萨。 所以佛在第六品赞叹地藏菩萨,让我们效仿的藏菩萨,学习的藏菩萨。